据公诉机关指控 2017年6月30号晚上9点过 被害人王某乘坐李亮的车 前往国际城小区 因为朋友频繁催债 李亮便产生了抢劫这名女乘客的念头 发现被害人王某要报警 李亮抢走对方手机 并与女乘客发声抓扯 李亮双手掐出被害人脖子 叫被害人把钱拿出来 当被害人说出卡里只有集权源钱 李亮送贷手打开被害人的手机 扩载卡里十分有钱 之后便开采往清晨方向行驶 到达清晨后 李亮强迫被害人将银行卡里的现金 全部转到微信钱包 之后威胁王某说出手机密码和微信支付密码 将钱全部转走 李亮加持材料 转到明里提清楚后 告诉被害人 我走到台湖 已经是没有办法了 我只有发的动势 随后便再次掐被害人的脖子 指使被害人 无论从不止 行凶后 李亮开车往花溪石板方向行驶 当行驶到贵阳市南环高速毛利坡大桥时 李亮再次掐被害人的脖子 并确定对方已经死亡 之后将被害人抛下高架桥 抛之夭夭 案发后 警方进入调查并将李亮抓捕归案 经了解 李亮抢的被害人苹果手机一部 戒指一枚 即转账的人民币 共计近一万多元 检察机关认为 被告人李亮 以暴力 胁迫手段的方法 抢劫杀害他人 被害人 王某被害时 怀有身孕 李亮杀人抛尸的行为手段 极其残忍 社会影响 十分恶劣 建议对被告人李亮 恕罪并罚 判处死刑 在庭审期间 李亮的亲属 与被害人亲属 达成赔偿协议 一次性赔偿被害人亲属 人民币三十八万元 并得到对方的书面谅解 依法可从轻处罚 据此何一庭对案件 作出如下判决 以被告人李亮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关其二年死刑 剥夺政治权的农村 犯抢劫罪 判处有其毒性起来 并罚罪人民币 两千元 输罪并罚 决定死刑死刑 关其二年死刑 剥夺政治权的农村 并罚罪人民币 两千元 而对被告人 理念 刑事监讯 刑审宣判后 被告人李亮 以量刑过重不服判处 提出上诉 关 resolved 中文局 明镜 感谢观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